第一个作品是 抄体里的猫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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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天了 咱们终于把这个代码给整出来了 兄弟们 人工智能的未来就看咱们今天了 好紧张啊 希望一切顺利 点运行吧 哦 我知道了 如果把第二行代码稍作修改的话 就应该没问题了 哦 只要把这个设计参数修改一下的话 就可以了 哎呀 你们还是太年轻了 不是修改 是增加 你看把这个代码加上去就OK了吗 哎呀 怎么又失败了呀 我们没有时间了 怎么办呀 成功了 怎么做到的 我这八天带马山了 太好了 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对呀 对呀 对啥呀 走走走走 我自己琢磨琢磨 快走快走快走 加油 不要气馁 一定会顺利哟 能顺利吗 不会有那么顺利的哟 你谁呀 抱歉抱歉 有吓到你吗 不是 怎么会在这个地方钻出来的 我是来自于未来的人工智能 我的名字叫做豆拉B梦 你的名字叫豆拉B梦 好名字 一般机器人不是叫A梦什么 可不能这样讲哦 那可是很厉害的大前辈 我跟他完全不能比的呀 不能比 你好开心啊 你 嘿咻 嘿咻 你 所以你是来干什么的呀你 我来这里是为了找到吕炎 陪伴十岁的他度过一个美好的童年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吕炎的父亲吧 能不能帮我把那个吕炎叫过来老爷子 不是 哪有老爷子 我就是吕炎啊 十岁的孩子脑袋是不可能这么大 吕炎在哪儿 我就是吕炎 我三十五岁了 我应该穿到吕炎十岁的时候 现在是一九九 二零二四年 那我先告辞了 再见 诶 杜拉比帽 任务还顺利吗 完全不顺利呢 本来应该穿到吕炎十岁的时候 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老东西了 说话注意点啊 这次的任务必须要好好完成哟 否则你又要受到惩罚了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那好吧 一切顺利哟 那我们开始一个快乐的童年吧 不是 哥们 我三十五岁 哎 三十五岁过什么童年 那就度过一个快乐的中老年生活 中老年也很过分 哥们 你去忙去好吧 我还有代码要打 等一下 是不是我帮你完成了代码 你就会快乐了呢 你还会打代码 让开 哥们 你连手指都没有 你打什么代码 是可以摘下来的啊 搞定 真的假的你 人类的烦恼还真是简单啊 真可以 好厉害啊 既然问题都解决了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 我先撤了 来 你回来回来 你回来回来 你登登登登登 你没听见吗 我没有耳朵 你头上那是啥呀 是装饰品 这个也可以摘下来的 真不愧是帝梦啊 果然一点真本事都没有啊 我们有真本事 那就用我的神奇道具 来帮你解决问题吧 神奇道具 你这个音效好奇怪啊 无线传声筒 有了它就可以和远处的小伙伴进行交流啦 那就是电话呀 绿岩呐 唱嘴就吐槽啊 不是 你试都不试一下子吗 不好意思啊 放门口就行 就是电话 那我再换一个啊 噔噔噔噔噔噔 你这个音效真的听的人好难受啊 记忆面包 试下它 就记忆源源不断进入你的脑海 聪明了你就能写出代码啦 这个听起来还蛮靠谱的 感受到了吗 我感受到了 好多知识正在涌入我的大脑啊 我感觉我能写出代码了 谢谢啊 去向向天哥 白毛福利是红掌波轻波 第三集 旅言和记忆面包 哇哇哇 写的啥玩意儿这是 不不不那里边是你小学的知识 不这玩意儿写代码有什么用啊 我穿错了 那不是你十岁的知识吗 你穿错跟我有啥关 你这写不了代码 你用了之后你就能考中点中学了 我三十五岁考什么中点中学 第五集 三十五岁的转校生 哇哇哇 变哇哇了 再什么啊 哇哇哇的 如果再不行我再换一个 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先把音效给我换一个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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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过去抄这个代码 走 抄 抄什么代码 干嘛又不是韩家作业 说他就抄啊 那就算了吧 我再换一个 等一下 竹蜻蜓 你给我一下 我就说有用吧 毕竟谁小的时候 没有梦想过拥有一个竹蜻蜓呢 这样可以飞起来是吗 一百斤一下就可以 你飞一个我看看 别不了啊 不是 这都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 你现在怎么不喜欢的呢 我不是不喜欢 哥们 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啊 我不是你的童心在哪儿啊 他这个道具不行啊 这个 成绩修改相片 我现在已经没有考试了 红包翻倍器 那我过年就要给别人发更多钱啊 时间加速装置 可变加速 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 马总 我弄出来了 弄出来了 很快 很快 好 不会耽误的 您放心 好 别骂了 别骂了 咋整啊 这个 所以就是这个叫做马总的家伙 在霸凌你让你不快乐了呢 斗拉币梦是吧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霸凌 只有甲方和乙方 你看看那些人 我们已经在一起连续加班了十八个小时了 我们只是为了手里边这点梦想 你明不明白 不是 加班十八个小时你们怎么可能快乐呢 你在通心啊 你干嘛用自己的时间去实现别人的梦想呢 不行 我必须要用我的道具改变这一切 你不要拿那些无聊道具了可以吗 规则制定器 按下它就必须要遵守我的规则 所有的企业不能再加班 加班必有加班费 不准无缘无故辞退任何一个员工 年末必须有年价还有有奖金 晚安 这次穿越到这个世界 我应该能明显感受到这里所有人 为什么他们一点变化都没有呢 会不会是因为劳动乏力已经有了 你说的那些 那个已经有了是吧 对1994年有的 这个等会儿啊 法律的尊严再互以遵守 移动市监督天平 有的它所有的企业都将遵守这些规定 必须向着大工人说话 这个就是劳动仲裁委员会吧 这个也有了 1950年比那个还早44年呢 女言 你们怎么啥都有 但是不遵守 不是 这让我觉得你们人脸好奇怪呀 哥们 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都是自愿的 你们不可能是自愿的 把你的童心拾起来 你都变成工具了 不行 我必须要用我的道具 改变这一切 你要拿啥呀 霸凌消除器 本来是用来解决校园霸凌问题的 现在我只要按下它 方圆500公里的所有老板 都将消失 这样一来你们就不用加班了 不不不不不不 这这个不能按 这个太夸张 不是你不懂我按完之后 所有人就快了就不用工作了 不是我按 不是不用破的问题 你也你不懂 不破不立 按 我 我就是老板呀 对那些那些是我的员工嘛 我的办公室 我的办公桌还有灯啊 你真是老板 你看 这还有我在那个创业论坛 和这个马克龙马斯克马化腾 以及马东的合影 马东老师都能和这些人在一起开会了 你开的好结束吗 谢谢 行 得拉倒了 哎 哎 啥意思 哎 神经病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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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毛飞踢 哈哈哈 怎么回事 我怎么没有陪伴你小时候一不六十 你变成老板了呢 不是你敢提人 就是你让他们加班 啊 就是你让他们不快乐 没有啊 就是你用金钱来衡量每一个人的价值 你凭什么 我我没有啊 哎呀 我今天必须要代表月亮 我消灭你 我只有一个问题 你凭啥代表月亮呢 你管不着 哈哈 有人吗外边 怎么了老吕 这个蓝胖子说代表月亮消灭我 蓝胖子 我小时候最喜欢你了 哎 哈哈 好孩子 你的老板让你加班 我们一起消灭他好不好啊 哎呀怎么办啊 我好纠结呀 少 你也没纠结呀 哈哈哈 还有正常人吗 怎么了老吕 这个蓝胖子还有雪松说要消灭我 蓝胖子 我是多拉币梦 还记得我吗 你是 哈哈哈哈 是我呀 原来是小小夫 哎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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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签个名吧 摆平他就签 旅元看到你的人都站在哪一边了吗 他们选择站在真理的这一边 你还敢说你是对的吗 还有你们也是 怎么就一直加班呢 啊 为什么要出卖自己呢 为什么不反抗呢 一个月给你们开多少钱呢 都出卖自己了 十五万 哈哈哈 是一 一个月 哈哈哈 那你呢 啊我少一些我八万 那这位看起来不是特别聪明的同学呢 哈哈哈 哈哈 三万也不少了啊 三十 哎 你开那么多吗 多劳都得嘛 你意思我干少了呗 哈哈哈 我也可以在这工作 嗯 哈哈哈 我要是干到 呀呀呀呀不对不对不对 我怎么还跟这个金钱同流合乌呢 这价值观不对啊 绿兰 啊 三十万一个月啊 啊 那我不禁要提出 蓝毛淘气的三千问 哎呀 哈哈哈 三十万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不是我们创业公司嘛 就是软件盈利按劳分配嘛 不是我举个例子 你开二十万给的这个工作他是一样做的对不对 啊 哎呀呀呀呀呀 我怎么还和资本家共请完呢 哈哈哈 没关系 人在金钱面前是很难坚定自己的立场的 谢谢你十五啊 嗯 哈哈哈 老三 老三 老八 老十五 哎 这样 你们抓紧去忙我点软件打出来好不好 这样 你给他买点那个红豆火烧他爱吃那个玩意儿 哎呀 哈哈哈 不对不对不对 我怎么被这个金钱给动摇了呢 不行了 这里已经没有通信了 我得走 嗯 那个红豆火烧我就先不吃了 你确定 那可是红豆泥馅的 红豆泥 哈哈哈 我也不吃了 真没通信了 你把我东西都给我 啊 气死我了 变化太大了 我本来还给你准备了一个许愿星 哎 等一下 许愿星的话我觉得我是用得上的啊 那是只有小孩才能实现梦想的东西 你用不着了 我朱蜻蜓呢 我朱蜻蜓放哪儿了 这个给你吧 谢谢 这不是我的朱蜻蜓 我在这儿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朱蜻蜓 我小时候做的 其实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那部动画片 讲的就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 帮助一个人类小朋友实现梦想的故事 当时我就发誓 等有一天我长大了 我一定要做出那个帮助一个小朋友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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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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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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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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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